各位学员,大家好,我现在继续来帮你说明这个Android对象包含的关系 那我们会以比较复杂一点的例子来让你呢,进一步的体会这个OOP的这个包含关系 那么在Android的应用情境当中,让你更深刻的了解到这个OOP里头呢 的基本的一个技巧跟概念 OK,是Android的应用框架使用的对象包含关系来创造各式各样的组合对象 就是一个组合体的就是像铅笔盒,像组合灯等等的这种组合对象 例如呢,我们所介绍过的这个View的类别体系 就含有这一个这个View Group,还有Linear layout,这种组合的类别 那这个组合的类别呢,它就是一开始就是定义要来包含 这一个view的对象的 也就是说 当铅笔盒呢 这样的类 我们就称为叫做组合类别 那铅笔盒呢 它天生设计的 就是为了要包含铅笔 这个意思 那组合灯呢 就是包含了 这一个灯 有灯所组合的 所以呢 再像这个linear layout 那么它就是一种组合类别 那这个linear layout本身 也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称为叫组合对象 那这个组合对象 可包含很多个 这一个像button 这种小对象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activity 它也是一个组合的 一个对象 那么它也能够包含 这一个linear layout 这种的组合对象 也可以建立 这一个双向的关系 那建立双向的关系 那也可以建立 跟这个小对象 双向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看一个 android的 一个应用的方例 那在这个UI上面 有三个button play stop edit 还有一个叫textview 就是ready 所以总共有四个view 这种小的view的对象 那这个小的view的对象呢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组合呢 在这个linear layout里头 这是linear layout 的这个大的对象 里头有三个小的对象 就这样子 linear layout本身是一个大对象 也就是一个组合对象 那这个里头含有四个 小的 这个小的对象 好 那这个 当我们按下的 这个 button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 显现出这个 一个信息出来 显现出来 在这一个 textview里头 textview里头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 这之间的这种组合关系 以及它的互动 的一种关系 OK 好 那这里头呢 我们会定义一个contact 叫做activity 所以我们刚刚 已经 这个在 上一个 回合当中 我们介绍过 一个这个contact跟view的概念了 也就是说 我们会有这个 这个view的体系 这个是view的体系 这个view的体系呢 那view是给user user呢 眼睛看得到的 所以user会去按他 那按他之后呢 他会 送这个事件 会送这个事件 送事件给这个contact 那么由contact来处理这个事件 来处理这个事件 OK 那譬如说 从这里继承出 这个button 继承出这个button 那么 这边呢 也从这里 继承出这个 这个activity 它会继承出activity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来这个new一个activity的对象 会new activity的对象 然后呢 activity呢 会来new这个button的对象 然后建立出 这两边的关系 它这个button呢 会指向activity 那么activity呢 也会指向这个button 因此呢 这个user呢 去按这个button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事件 送到activity来处理 比如说你按这个click的时候 你按这个button 他就会来调用 这边的onclick 他就会叫他 去执行 这个onclick这个函数 会去执行onclick的这个函数 所以他就会去执行他 就是user呢 他去按了button的时候 那这个button就会 送一个message给activity 叫他去执行onclick这个函数 那么他怎么会送给他呢 是因为他在new这个button的时候 就已经z10 activity就已经把他自己的参考 叫z10 传给这个button 那button呢 就已经指向他了 所以呢 button就可以送信息给他 因为他掌握到他的参考了 就可以送信息给他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在这里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button呢 这么多细 太细太细 这个如果到达二三十个 那么这个就是很复杂了 因此呢 我们就会给他分而自知 比如说分成这样是一个整体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个 还有很多个 那太多了 这种复杂了 我们就会把它分为 分为两个 有没有分而自知 那分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叫做组合的view 所以这个叫做viewgroup 有view所构成的group 所以才会衍生出来有这个linear layout这种东西 那linear layout呢 它是也是一种view 但是 它是可以包含很多个view的 所以这叫做组合 所以这linear layout是因为要分而自知 所以衍生出来的 因为如果全部都是votten 这些小的小的铅笔 那么会太多了 所以就分而自知 把某些铅笔包成一包 把某些铅笔包成一包 那这个一包铅笔和一盒铅笔 就叫做这个viewgroup 就是组合的对象 透过组合的对象 来把这些包起来 那这样子这个activity呢 会比较好处理 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代码咯 好那我们在这个代码中 你可以看到android的activity A701 这是我们写的子类 好那写的子类呢 我们看第一个动作 你看在这里 它去new一个mp3player 那这是一个类 这是我们定义的一个类 好那去new 就调用对方的构造式 这个这个还是解释一样的 是调用这个mp3player的构造式 去创建一个mp3player的对象 创建一个这个对象 所以呢 现在我们这个对象 ac01已经被建起来了 这是android的框架 它所建的 这是我们ac01 所建的一个框架 这是ac01 不是框架 所建立一个对象 这是ac01这个类的一个object 好那建完这个对象了 那就来来执行这个oncreate 这是由android框架来调用的 那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就是new一个mp3player的对象 在这里 new一个mp3player的对象 mp3player的对象 然后呢 new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的指针 这个就是这个ac01的 这是current object 就目前 我们就是针对在ac01这个对象 目前这个历史就指向这个对象 就是目前在 咒势的这个current object 他就把这个对象呢 把这个自己的参考呢 传到对方 那么对方会用一个小便量 去把它存起来 他就指向了这个ac01了 那么他指向了之后 那么他就再把自己呢 把这个对象的参考值传回来 放在ac01的mp3player这个小便量 这里有一个小便量mp3player 这样的一个小便量 那这个小便量呢 他就指向他 因为这个是他的指针 就是传回来的是这一颗对象的参考值 那就放在这个mp3player这个小便量里头 他就指向他 因此呢 这个ac01跟这个mp3player就构成一个双向的一个组合关系 好接下来呢 这边你会看到 再有一个new 这里 new linear layout 就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边就 再建立一个 再建立一个 叫做linear layout的对象 这是new 就叫linear layout的构造式去创建一个linear layout的对象 然后呢 这个还是一样 把自己的指针抛过去 所以linear layout呢 也有一个分量指向 这一个 指向这一个ac01的对象 这就是contact 其实呢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contact 所谓contact ok 就是这边的contact 就是幕后 这边的view都是目前的 目前的意思就是说 像CG里头的那个目前幕后 ok 那之后呢 他又把这边的对象 创建的对象的指针又抛回来 跑到这边 会有一个 这一个 linear layout 有没有 这个有一个linear layout 这个 有一个layout 这样的一个 小对象 那他也是指向他 他也是指向他 所以又构成了 这一个ac01 跟linear layout之间的这个双向的包含关系 一样的一直一直看下去 所以这里new mybutton z10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了解的这个oo的基本概念之后 你对这一个android的代码的解释能力 就会一直增强了 就一直都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呢 这边又有一个叫做button mybutton 的对象产生了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指针 拋过去 所以他又指向他 然后呢 他又把这个mybutton的指针又拋过来 然后放在btn里头 这里是一个小倍量 那他又指向他 所以又构成了这个button跟ac01的双向关系 OK 好 再来 又有一个啦 button2 有没有 button2也是一样 再建立一个button mybutton 那么也是建立双向的关系 到这里是Vtn2 那他也是指向他 有没有 然后接下去还有一个Vtn3 一样的做法 所以再来一个 Vtn3 有没有 然后再来这边 漏掉一个 这行 这行 linear layout add view Vtn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把这个Vtn 把这个 这个Vtn的值 有没有 这一个 把这个Vtn的 值呢 他去调用layout 就调用这个layout 所指的这个对象 就是 他去 要求layout 所指的这个对象 去执行add view 这个函数 在执行的时候 他把这个Vtn的指标 的这个指针 把它传过去给他 所以呢 他这里就会 有一个小变量指向他了 所以创造了 linear layout 跟这个 这个集合类别呢 跟这个小类别之间的 这个对象 的这种关系 就是 有layout 然后呢 包含了 这一个button layout包含了button ok 然后再来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 是把button2 也把它加到layout 所以呢 这一行代码呢 也把这个button2 button2呢 的这个指针呢 也把它 加到这里来 加到layout所指的对象 所以呢 这边又有一个变量 指向这个小的 那就构成了 这个linear layout里头呢 包含两个小的 对象 小的对象 也就是两个小的view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又有第三个对象了 又是把它加进去 有没有 这个第三个对象 又把它加到layout 所以呢 又把这个 第三个对象 这里 这是第三个对象 它也是跟 跟这里也是双向的 也是双向的 所以它又把它加进来 所以这里也指向这一个 啊 button 第三个button 有没有 那就构成了 这一个linear layout里头 包含三个小的view 三个小的view 然后呢 这些小的view呢 又被包含在AC01里头 AC01头 但是这是单向的 这是双向的 当然 这边也可以建立双向的关系 也可以建立双向的关系 OK 但是目前 只建立单向的 好 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textview 一样的 又把例子传过去 所以呢 又有一个textview 在这里 又一个textview 然后又跟这个 啊 AC01呢 又是建立 一个双向的关系 OK 又是建立双向的关系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 又把这个textview 又加到layout里头去了 又这一行 又把他加到layout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又把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对象的指针 又把他拋过来 拋到linear layout里头了 他又指向他了 又指向他 所以在这个时候 linear layout里头 就包含四个小的view了 三个button 一个是 小的 这个textview 所以就实现了我们的 这个 上面 的一个想法了 就是 这样构成了 一个 啊 一个linear layout 有没有 啊 这个linear layout呢 啊 是 这一个 啊 这四个所构成的一个 啊 组合灯 啊 就组合的view OK 就是这样串起来了 这样建立出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关系 OK 好 那有了这个关系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做互动了 所以 user呢 就可以再来 啊 现在 在UI上面已经看到了 啊 在这个 在这里有一个叫 set content view set content view 那意思就是 依照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啊 然后 把它显示在 UI上面 啊 依照这个结构 我们把它显示在UI上面 那这个结构呢 就会把 把 这一个layout 啊 就当这个activity被 被启动了 那么 它就会 把这个layout 秀出来 啊 会把这个layout 秀出来 因为它是UI的 那layout 秀出来的时候 那它就会秀 啊 这一个 一个button 两个button 三个button 一个text view 但是linear layout本身 看不到的 因为它是一个组合体 它只会看到 这四个 那就是 看到UI咯 所以 set content view 就是把这个UI 显示出来咯 就是把这个UI 显示出来了 有没有 看到了 显示出 linear layout里头的 四个小的view OK 显现出来了 就依照 这个就是 从activity 去找到layout 拿到layout呢 又去看到 它包含了四个 啊 包含了四个 啊 包含了四个小的view 它就把这四个小的view 把它秀在UI上 好 那秀在UI上之后呢 那么这个user呢 就会去按这些 啊 这些 这些view 它就会去 按这个button 它按了button之后呢 button 就会把这个事件 送回到妈妈这里 啊 它会把这个button呢 就会把这个事件 把这个event 送回到activity 然后去送回来的时候 它去调用什么 调用这个onclick 啊 就是任何的 啊 这四个键 这四个view 有被按的时候 啊 尤其是button 有被按的时候呢 它就会 来 执行 啊 这一个 啊 这个函数 就执行onclick的函数 那就会执行到这里来 那它就会 啊 这一个 比如说按play 这样一个button 之后呢 这里走 这里是进到ac01哦 所以ac01就会送一个信息叫start 给mp3player 啊 所以这里 就是这样子的 当 这一个button有被按的时候 啊 或是这个button有被按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把事件 送到这一个ac01 那ac01呢 就可以透过 这一个指针 送一个message 叫做start 送一个message 叫start 给mp3player 这个时候mp3player 就开始播放 好 那么如果user 按这一个button的时候 他也会把事件 送到ac01 ac01就 会再透过mp3player 这个指针 会把送一个message 去要求mp3player 啊 停止播放 所以 叫mp3player去 执行start 啊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整个动作 就是这样 这个整个 啊 所以在这个代码当中 我给你 啊 让你了解 在这个 啊 电脑内部 它的一个 对象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的结构 然后set content view 就是依照 啊 这个set content view 啊 就是 把这样的一个结构 啊 把它送给 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啊 把它送给这个 电脑的 Android的平台 那么它就会 啊 把这个layout 把它秀出来 那layout 本身是空的 啊 本身是一个集合而已 所以它就把里头四个元素 把它秀出来 秀出来 秀出来之后 用户就从这边就按 按钮之后 产生事件 产生事件呢 它就透过这个关系 送到ac01 ac01 就透过这个关系 再要求mp3player 做start 啊 或者是start 的动作 那整个过程呢 就这样完成了 啊 完成了 那这里只是让你了解 这个代码的 啊 啊 一个表达 怎么表达这种 啊 复杂的组合关系 啊 复杂的组合关系 那这就是mp3player 那么它就是 会把这个contact的传过来 啊 那之后呢 再来 透过contact的呢 再来 啊 把这个文字秀在画面上 那这没关系 这我们就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现在重点是在说明 这个的组合关系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先来做个啊 附加的说明 啊 在这个ac01的类别定义里头呢 有一个mp3player this 其中就这个时候 就要求mp3player 啊 的构造式 它去诞生一个对象 并且呢 将这个ac01这个对象 啊 的参考呢 z10把它传过去 啊 z10把它传过去 ok 那就建立起两者的包困关系 好 那这个 这个z10呢 是传给mp3player的对象的时候 然后 它就把它copy给mp3的 这一个ctx 就这里 contact 啊 就是这个z10呢 啊 就copy给他 啊 因为他是调用他的构造式 啊 就copy给他 他在吗 copy给他 那所以呢 这个啊 mp3player就拥有了 有一个contact 来指向 这个ac01 啊 这个是指向 指向这个ac01的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构成了 这个双向的关系啦 ok 构成双向的关系 啊 所以这里 就创建一个 就是由这个对象 啊 现在是在我们的mp3 啊 player这个对象 里头在创建一个 android的小对象 啊 真的小对象 那这个我们就 暂时不理他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透过这个contact 因为contact指向ac01 所以就可以 透过contact 去 找到ac01的 这一个textview 然后再来 再把这个文字秀出来 那就是秀在title上 就这样子 ok 那最后就是透过 contact 因为contact是指向ac01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信息呢 啊 送到ac01 便显示在UI上 啊 这个动作 啊 就是显示在UI上 ok 好 那我们 在android 的java层这一块呢 的这个 对象的组合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